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看到了 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兴亡之道》 你从这个题目你应该猜到 我们今天是讲 能够令到我们兴亡或者是拜亡的道理 这个国庆日长周末的主日崇拜里面 我觉得正道里面讲到这个国家的兴亡之道 其实都颇合时宜的 不过今天正道的经文 就是《列王记》下第十七章 第五至到第二十三节 所带出来的兴亡之道 就不只是关于国家大事那么简单 其实对我们怎样学习大令教会 或者我们个人数龄生命的成长上面 都可以带给我们很多重要的提醒和教导 尤其是今天的功课 其实和我们今年的题目 Rise in the fear of God 就是在神的敬畏之中被神兴起 是非常贴切和息息相关的 所以每一位Skywalkers 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的正道里面 好好学习今天的功课 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今天听到的心 我们愿意信服圣灵的大令的心来祷告 七天父感谢你给我们生命里面有气息 也都让我们生命里面有神里的话语作为指引 求父你帮助我们 求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 按照圣经里面所讲的功课 来到他的生命被你转化更新 求父神你帮助 让圣灵在我们听到的时间里面 对你有血面有安慰 同时间有督责有鼓励 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罗明自祈祷 在旧约时代里面 无论是大卫所罗门的联合王国时代 或者是分裂了南北国的时代都好 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都知道 犹太民族本身是一个被神统治的群体 一个phiocratic community 所以一批属神的子民 在地上生活的时候 是活出神所颁下的律例典章 用神的法律来到去带领管治国家 无可厚非你所当然 但你回想回 你想回我们今时今日 不是回想 你审视一下今时今日 很多我们说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里面 当中的领袖 那些的总统 那些的君王 究竟有多少的心 是愿意按照神的话语 来到去管理带领国家呢 我想就有点而吻水 那时候其实对于 你和我作为基督徒属神的子民来说 其实就算我们国家的元首 他是不是跟随神的说话来带领国家 也好 你和我 因为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 所以就算我们的国家领袖 他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带领国家 也好 你和我都应该按照神的话语 来到在地上 不单止做一个合情 合理你自己国家的公民 也都应该要按照圣经的吩咐 活出一个讨臣心意喜悦 讨他喜悦 做一个属天国的公民的样式 以至到就是说 你和我能够活得合神心意了 我们希望能够是得着神的祝福 从而兴旺了这个国家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篇广道里面 其实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 作为殉徒 我们应该怎样做 才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 以至我们的国家能够得到兴旺 无论如何 我都很相信 就是因为我们相信的创造主 他是那一位能够掌管着 惩罚和祝福国家主权的那一位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的生活里面 都应该是要专主为大 在列王记下17章第5至到第23节 记载了北国以色列的历史里面 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而在这个记载的当中 我们就可以清楚知道 属神的子民应该要做些什么 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从而令到国家兴旺 同时眼睛都学晓就是说 作为神的子民 我们有些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免致我们得到神的惩罚 就令国家走去这个败亡之道 大家可以看一看 以下来几张的投影片 第一张投影片告诉我们 其实在列王记下17章5至第6节 其实是记载了 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王 在公元前722年灭国 然后将以色列的国民 是老到去亚述的记载 而在17章7节 作者清楚地写出 以色列之所以亡国的原因 是以色列人走去拜偶像 敬威别臣 而下一张投影片里面 这些字虽然很小 但你不需要担心的 你只需要留意黄色底 蓝色字 这个在列王记下17章5至23字里面 就是提到以色列人拜偶像的记载 你轻轻纳一纳 你就会看到其实在短短18节经文里面 提到以色列拜偶像的频率 其实是有多高 经文里面其实提到 就是说以色列人 如何拜偶像呢 他们会建筑邱坛 他们会立柱像 他们会立木偶 来去侍奉这些偶像 又会随从这些虚无的神 敬拜天上面的万象 侍奉外邦人的假神巴力 甚至乎还需要参加拜偶像的邪恶举动 就是将他们自己的儿女惊火 又走去占卜 又走去行法术 而17章21至22节就说出了 以色列人拜偶像就不是没有原因的 经文记载说 原来是北国以色列第一位王 就是叫耶罗波安的这位王 先行引有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 有遍以色列人走去拜偶像 在上一篇的讲道 叫做以爱神的名义 兜口兜面在神面前 拜偶像的讲道里面提过 耶罗波安这个以色列的第一位王 其实因为怕自己国位不保 他恐防以色列的国民 每一年要回到去耶路撒冷的圣殿 敬拜神的时候 他们的民心会归向南国犹大 为了不想自己的国民回去耶路撒冷 所以以色列的王耶罗波安 就在自己的国家里面 标了两只金牛犊 就引了自己的国民 走去拜偶像 OK 那时候耶罗波安 这个以爱神的名义 兜口兜面在神面前拜偶像的人 犯了这个拜偶像的罪开始 但是以色列人有像猪头饼一样 跟着他去这样做 所以你看看圣经 《列王记》下17章22节说 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 就是拜偶像 总不离开 而以色列的领袖和国民 一起去拜偶像所带来的后果 就好像17章23节里面所说 以至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 正如值他伯人众先知所说的 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劳到亚述 直到今日 《列王记》里面说的 直到今天的今日 当然是说《列王记》下成书的日子 所以其实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 就算是梦神简选的阿伯拉罕浩裔 就算是得神宠爱的以色列物 当他们国家里面领袖国民上上下 一起违背神的命令 走去拜偶像的 所招致得来的惩罚 就是导致他们亡国 《兴亡之道》 这篇广道 藉着经文带给我们的提醒 就是说 若然我们希望国家是得到神的祝福 作指民的我们 作领袖的 就要按着神的心意 神的道而活 千万千万不要去拜偶像 但其实如果你看圣经看得多 你会发觉 跟随神的心意而活 就得到神的祝福 但是你违背神的心意去拜偶像 就会得到神的惩罚 其实这个金科欲律 今天为什么不停撬口 这个金科欲律 来多一次 这个金科欲律 其实在《生命记》第28章 已经清清楚楚记载过 《生命记》第28章第1至第14节 讲了 跟随神的心意 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这个能够使过人 能够使家庭 能够使国家得住兴旺的道理 请大家跟着有什么事呢 只是读两节节录而已 是《生命记》第28章 1至14节里面两节的节录 请大家跟着有什么事读 读一章节 《生命记》第28章1节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说你神的话 紧守遵行他的一切戒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二十八章十四节 你若听从耶和说你神的戒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紧守遵行 不偏左右 亦不随从师父必须 耶和说就必使你做手 不做美 但居上不居下 刚刚两节的节录 你看到 你愿意遵守神的话语 就会得到神的祝福 而《生命记》第28章15-68节 超大段的经文 是提醒以色列人 警告以色列人 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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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去拜偶像 否则就会是死路一条 又请大家跟着阿妹时 读以下下来这一段经文里面 两节的节录来的 请大家跟着阿妹时 来读以下两节经文 《生命记》第28章15节 你若不听从耶和说你神的话 不紧守遵行他的一切 戒命律例 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 这以下的就座都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28章36节 耶和说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 令到你和你列祖数不认识的国去 在哪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 看得很清楚 跟随神的心意而活 会得到神的祝福 若果你是违背神的心意 走去拜偶像 就会得到神的惩罚 这一条金科欲律 对今时今日的基督徒来说 都是不变的真理 大家要记得了 在其实上两篇的讲道追星追过界 以及以爱神的名义 兜口兜面在神面前拜偶像 两篇关乎不要拜偶像的讲道里面 其实我们清楚讲过 其实拜偶像不再局限于 只是敬拜一个由人手所雕塑出来的实质偶像 记得我们以前提过就是说 拜偶像今时今日的定义 就好像识经学者William Barclay 他的著作里面所讲 偶像是任何令人除了敬拜神以外 会敬拜的对象 是人允许其取代神位置的任何事物 一个人可能会将他的金钱事业安全感 快乐变成偶像 偶像是任何占据神应有地位的东西 所以在今天这一堂讲道里面 我们要得着的一个功课 就要清楚记得一个国家 若然是想得到神的祝福的话 领袁领袖和国民都千万不要自己去拜偶像 而领袖更加不要露点了国民去拜偶像 好似耶罗波安所做的坏事一样 而就算我们看到我们的领袖是拜偶像也好 我们作为神的子民的基督徒 要好好的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活出神的话语 以至希望我们这种爱神的行动 能够仍然有一丝的寄望 神会怜悯我们 从而祝福保守我们的国家 今天这一篇讲道里面 第一个希望大家要活学活用的功课 就是要记得 当你有得选择公职人员 当你有机会去选总统的时候 就想请大家用一些认识就是这个洞察力 去审视一下 究竟你有得选择的那些领袖当中 有哪一个是最少机会引你去拜偶像 你要选一个他自己本身不是拜偶像的领袖 就不要随便选择 用点心机去观察一下 今年其实就是美国的大选年 离开我们11月选总统的日子 其实都还有四个月的时间 我就鼓励作为选民的基督徒 就请你用些洞察力 用这几个月的时间好好地去清楚 审视一下每一位的候选人 看清楚 无论是总统 选总统也好 选你地区、社区里面的社区领袖也好 看清楚他们是不是一些会拜偶像的领袖 还有查一查 他们提倡的那些政策 其实是不是拜偶像的行径 如果是的话 我就鼓励你不要选 但你通常就会说 喂不选了 没有一个完美的 我明白的 真的有时候没有一个完美的 如果是这样的 我就鼓励你用这个 Less of the two evils的方法 起码都选选一个 比较接近神心意的领袖 因为有些人会很消极地说 其实最 popular的那些都是不好的 那我就专门投给一个第三个一定输硬的 又或者去投白票 我认识有些朋友是这样的 我认识有些朋友是这样的 但是我又觉得我尊重他们的选择 但是不过我会觉得 尽一下人事 尽一下面力 消极又帮不了这件事的 那不如积极一点 你去看清楚那些的领袖 他是否一个拜偶像的领袖 你check清楚他的policy 究竟是否有拜偶像的行径 然后从而Less of the two evils 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 那你都在神面前做了中心的部分 消极帮不了这件事 你积极一点起码对得神主 因为为什么呢 你用心去check check那个领袖总统 你见到他 如果他是一个拜偶像的人的话 那就是你知道他拜什么偶像 那如果你知道他拜什么偶像 你提醒自己 不要跌入同一个陷阱去拜他 在拜那个偶像 起码你自己在神面前 都叫对得住神 对不对 所以鼓励弟弟兄姊妹 趁有时间的时候 给点心机去审视一下你要挑选的领袖 审视一下他们提倡的policy 那在我心目中有些什么领袖 其实是真的够胆死去拜偶像的呢 刚才我们也说过了 拜偶像不单止只是拜一座人手雕塑的实质偶像 其实就是说生命里面有一些事情 令到他将神的优先罪降低了 生命里面有一些事情 拿走了神在人生命里面最高的优先罪 那些叫拜偶像 所以换言之拜偶像的领袖 就会因为某些原因 可能某些事情 某些preference 某些个人利益 从而他就会做了一些神所喜悦的事情 此为之他们的拜偶像 甚至乎有一些领袖 是好像耶罗邦安那样 为了自己个人利益 而以爱神的名义 兜口兜面走去拜偶像 举个例子 譬如我们生活里面经常都见到 有一些政治家 有一些领袖 他不断都会claim自己是天主教徒 是基督徒的 对不对 但是有时候他们为了得到一些小众的投票 他们就会公然地去提倡一些 和自己所claim他信的宗教的教义 相违背的policy 当中你就看到 其实得到小众投票的小众票数这件事 就成为那些 说自己是教徒的政客 他们所拜的偶像 明白吗 所以你说想一下 因为得到选票 就令到他 得到选票这件事 是重要到令他放弃了 合神心意的生活守则 但是这些人表面上他又好像很敬虔 那么你要小心一点去看一看 是不是 那如果 你又盲中中不知道头不知道路 因为那个令就走出来 说得两句 比较英俊 学得几嘴的 那你就跟着他 你就还要盲中中跟着他 去支持那些由推崇 个人主义的世界观所衍生出来 违反神心意的政策的时候 你就盲中中又将熟世的价值观 变成你生命里面的偶像 你就得罪神 你就领事了 所以有时候不要是政策 你都要去支持 你想清楚那件事 是不是合神心意 所以鼓励你 用一点的洞察力 去审视一下 你将来要选的领袖 究竟他是不是一个 拜偶像的人 是就不要选了 你去看清楚 他提倡的policy 是不是有拜偶像的行径 如果是的 你又不要支持了 你要去选一个 最少机会 引诱了你去拜偶像的领袖 记住 在选领袖当中 你都要有fear of God 你要晓得去敬畏神 因为如果你受到 这些人的蒙骗 跟着他们一样 去拜偶像的时候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你不是就是列王 记下十字章里面所说的 那批猪头饼以色列文 跟着那个领袖 一起走去拜偶像 若然是这样的时候 你想你个人得到祝福 你想你家庭得到祝福 你想你的社区得到祝福 你想你的国家得到祝福 你是问过谁 将跟随神的心意而活 能够得到祝福 违背神的心意 拜偶像 就会得到懲罰 这个道理 摆在选教会的领袖里面 一样是行得通的 一样是重要的 因为你想想 如果你跟随 一些你觉得很正的领袖 但其实他是 在拜偶像的话 你想想 带来教会的后果会是怎样 究竟有什么人会在教会里面 摆好摆面用爱神的名义 来拜偶像呢 如果你想知道的 就回到YouTube上一篇讲道 自己重温一下 但最重要你要想清楚就是说 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些偶像 不是 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有一些的领袖 真的会摆好摆面 来拜偶像 而你又不刻意跟着他做的话 迟早教会上上下下一起去拜偶像的时候 你又不自觉 你觉得 神会祝福这个教会的成数有多高呢 大家留意一下 圣经里面 从来没有说过 那间健康教会就是人数多 健康教会是 愿意委身服侍神的门徒多 还有你千万不要误会一件事 你刚才看《列王记下十七章》 如果你熟悉以色列历史的话 其实在《列王记下十七章》 记载以色列国被灭国之前 其实以色列国 一直去拜偶像 都熬了二百多年才亡国 那你可能会说 虽极都有二百多年 OK啊 没错 在以色列国的国民去拜偶像 离经叛道的二百多年日子里面 二百多年之后他才死 沿途他都没死得 但是如果你看看先知书 先知书告诉你 他们一直在拜偶像的日子当中 他们一直受到神的管教 就好像在《摩斯书》第四章里面说 神是用饥荒和瘟疫 来对拜偶像的以色列民作出懲罰 所以你就不要以为 违背了神的心意 但我又未曾见到一个终极懲罰临到 就是等于OK的 所以你在教会里面 不要以为 如果我不过意跟着拜偶像的偶像 或者我自己在教会都是拜偶像也好 我一天没见到教会倒闭也OK 千万不要这么想 因为你一直在拜偶像 你一直在会受到神的管教 你生活就一定不会好过 你一直在拜偶像生活不好过 你是不是告诉人 我和那批跟耶罗波安一起去拜祝 二百多年偶像的以色列国民一样 禁猪头饼呢? 当然耶罗波安没有二百多年受命 问题是耶罗波安开始了大意识联盟拜偶像之后 坚持之后的十八个皇帝 都是跟着耶罗波安拜偶像 而国民又跟着领袖去拜偶像 最后就导致亡国 所以今时今日的信徒 你想清楚啊 老友 就算在教会生活里面 你也要记得 不要以为你跟着人拜偶像 或者自己拜偶像还没死 就没事 原因是你若然真的在教会里面拜偶像 你教会又没事也好 不代表你的属灵生活是过得合神心 以过到正经里面所说的真正的封城 我作一个极端的例子给你听 人以为界 作出来的而已 如有类同实属巧合 解释有个牧师所拜的偶像 就是信徒的喜悦 就是这个人间的popularity 所以在讲道里面最出色的 在proof text讲道 就是讲一些你喜欢听的东西 但又未必是圣经的真理 之后就令到信徒 就会以为这种这样的戒经模式是正常的 他又有样学样 信徒就自然不可能明白 圣经真正的意思 那么他当然是不会能够 真正活出圣经的教导 有没有发觉这个例子 讲九千几次都开始厌了 但真的又会发生 因为之后所带出来的后果 就非常之大件事 大家想想在美国生活 你在美国生活 是不是都属于比较好的生活 有没有想过 其实安逸的生活 已经成为了在美国生活 很多基督徒的偶像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说信徒要肯去为神服事 花时间去传福音 花心力 花精神 去做真正的门徒训练 其实在我们的群体里面 真是少之有少 你去上课学知识的就有很多 真正愿意去服事神 去训练门徒的又有多少个 好了 那你想清楚 如果你的教目已经将 popularity 将信徒的喜悦当为偶像 他见到你做错事 他当然不会告诉你 他也不敢告诉你 那你想一下 他又不敢告诉你 他又不肯 又不敢 督出 他又不敢 不肯去督出你 去活出圣经的教导 去训练门徒 其实 在你的基督徒人生里面 就会根本 很少机会 经历到与神同工 那一份圣经里面所讲 丰盛的属灵生命 那你想一下 翌日有一天 大家一起都死了 一切都去到天国 去到掌上台的审判面前 耶稣要按住你的忠心 来到去给掌上的时候 那你肯没有份 那你想清楚 是不是我们今生 见到教会 未曾出事就OK呢 当然不是 今生你miss out了 与神同工 那份丰盛的生命 从永恒的perspective来看 你将来去到天国 你又不会得到 神夸掌 你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 你又更加没有 因忠心而得到的掌上 那所以其实 都是大产底 那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了 想清楚 究竟在地上的生活应该怎样 那刚才我已经专门skip了 不说你在地上生活 拜偶像可能会得到 神懲罚的那个坏后果 所以记住 弟兄姊妹 今天经文的功课 老生常谈 你愿意活出神的话语 你会得到祝福 你若违背神的道理 拜偶像 会得到的懲罚 你还记住 除了自己去活出 今天教导的功课之外 请你紧记 在我们选择 国家领袖的时候 尤其是今年大选年 花点时间 去看清楚 哪一个领袖 是合神心意一点 他提倡的policy 有没有拜偶像的行径 有就不要选 希望你能够尽你的忠心 来做一个due diligence 最少你都记得 do the lesser the two evils 那你起码能够选一个 比较合神心意的领袖 但这个道理同样 应用在教会里面 都非常重要 我们是要运用同一个原则 来帮助教目 来到去带领教会 就是always 是应该用一些 合神心意的原则 以合神心意的理念 为最高优先罪 举到一个例子给你听 但就不是给你去论断 就是给你有一个idea 万一将来教会 有些什么的事工 要推动的时候 你懂得用一些合疑的逻辑 和有合圣经理据的原因 来到去决定 知识与否 OK 那个事就是这样的 去年 有另一间教会的信徒 就跟我去分享 他教会里面有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就是什么呢 会众觉得 敬拜的流程 比较繁琐 就很多人上上落落 在台上 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令到整个敬拜里面 有很多空隙 很多gaps 对不对 这样的时候就影响了 信徒专心敬拜的情况 所以教目团队就做了一个suggestion 就是说 不如或者我们取消了主席这个纲位 就由那一天负责崇拜的传道人去负责 就是由传道人来做主席所做的平日 就是祈祷 欢迎新朋友 还有读经 诸如此类那些 其实他们的提议就希望 将这个崇拜流程 变到好像我们现在skywalk 这样的流程一样 但记住 教目团队make这个suggestion的目的 是为了帮助信徒能够在崇拜的过程里面 更加专心敬拜 是合神心意的事 但是有肢体就反对 他反对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位教徒告诉我 反对的肢体就说 已经说不够人去侍奉了 要鼓励多些人侍奉 你现在还去山减崇拜主席这个崗位 有没有搞错啊 那句说话是他说的 所以有没有搞错啊 都是他说的 那之后呢 教目就没有再去执行这个建议 就没有再跟进这个改善的制度了 OK 那事实报告完不阻 那有几个东西要说的 首先 这件事是人家去年跟我分享的 那当时他就告诉我 那些教目停了 那几个月都没有办法 但是之后我没有跟进 所以我又不知道 人家现在教会里面的崇拜有没有主席 第二 这件事是人家教会的时候 不关我事 但是我自己就去拿这个case 来给自己做一个case study 我要去想一下 若果skywalk面对这些类似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怎样能够按照专主为大的原则 来到去处理这件事呢 那让我去思考一下应该怎样模样 但是才声明 留意一下 你记住我说 这个是我自己给自己的case study OK 我就不是反对崇拜里面有主席 因为其实崇拜有主席也好 没有主席也好 没有所谓的 只要你能够帮到人进入敬拜 就是OK 是不是 有主席他做得好帮到人进入敬拜 那又没有distract人 就不用改了 只不过在这个特别的case上面 就是正正是因为 他们的敬拜流程太烦 所令到人没办法专心敬拜 而他们看到需要改善的地方 是主席位而已 明白吗 我不是反对有主席这件事 那我想我在这个case study里面 我是想简化了崇拜程序的目的 是为了帮助信徒在敬拜之中 更加专心地去崇经神 这个一定合神心意 这个也是我们敬拜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一定是good的了 相信教牧团队 其实应该经过深思熟累之后 教牧团队一致同意 就是别人教会多牧师的 不是好像我们这样 只有一个 那时候经过教牧团队同意了 才make a suggestion 而主席在崇拜里面的工作 又不是说没有了 因为他由当日负责敬拜的传道人 take care了 就是在function上面都fulfill了 好的方面 就是减低了主席 需要在整个崇拜里面上上落落 你留意一下 因为有些敬拜是主席上来 祈完的土 欢迎新朋友 那之后就要做些什么呢 就去有进场 and then之后的时候 祈完土落回去了 那时候就praise him上来唱诗 那唱完诗上来的时候 他是祈祷收奉献 收完奉献的时候 奉献当中 可能他有介绍这个师班 那师班完了 主席又上台了 之后又读经 读完经之后又落台了 等着牧师上来讲道 这样很繁复的嘛 那如果能够去解决了 这个上上落落的问题的时候 又能够帮到信徒敬拜 那就好了 所以在我的思考里面 我就会觉得 其实如果少了主席这个崗位 就会令到信徒 少了服侍的机会 这个原因 其实不可以重要过 帮信徒在敬拜当中 更加专心敬拜的 对不对 那我又觉得 那我又觉得 令信徒少了服侍机会 这个原因 又不能够 override 幽化崇拜程序以至信徒 能够更加专心敬拜 这件事情的 那么我就会觉得 那我就会觉得 是不是应该作出一些教导呢 我就会想 会不会有可能 我想而已 这位其实反对去优化崇拜程序的那位肢体 就是不意义客 不意义地 将崇拜里面必须要有主席崗位这件事 变成了他的偶像 因为他将主席里面必须要有主席这件事的priority 放得高过帮信徒能够更加专心敬拜的priority 那么如果是的话 我就觉得 咦 都大件事的 但我提醒我自己 更加大件事的假设是 如果 教务团队是神选立的 是按纳的神的牧人 他们经过心思熟虑之后 提出一个合乎圣经原则 合情合理的要求 但是被一个不是很有力的原因阻拦 他们就停滞不前的时候 那么这批教务 他选择不执行这个优化崇拜程序流程 背后的动机原因 究竟是什么呢 那我当然不知道 我又不认识他们 但是我提醒我自己 在这件事里面我要提醒我自己是 我不可以 我千万不要 将所谓合乎中国特色 但是又不宝贝的内部稳定 成为了我作为教务的偶像 因为因此 如果我将这个假和谷就成为我的偶像 因而面对小小的阻拦 不合理的阻拦 我就去选择屈服 就将帮信徒更加能够专心 敬拜的priority置之于老后 那我觉得我就会出事 那这个假设性的case里面 大家没有留意到 由头到尾不是崇拜里面 有没有主席 重要 而是在处理这件事里面 不同人在处理这件事背后 那个原则性的问题 是你做事的背后 你用什么的原则 所以如果这件事在scarwalk里面发生的话 那我想我会用内心 详细去和那个反对的肢体 去解释一下 去按圣经的原则 来到去分析利弊轻重 详细解释 我们在面对教会事工的时候 要怎样设计一个合神心意的priority 来到去决定支持与否 你想想 其实人家都是有心服事的 他才会关心 那你用爱心 细心 合逻辑 合圣经原则 跟他说 其实这个是一个good的teaching moment 那起码我可以或者帮到一个人 脱离拜偶像的捆绑 再者 这次如果教晓了他 明白了 处理这些事情背后的timeless principle 他学会了功课 将来他就不会再犯错 那将来我就少点勞气了 那其实何乐而不为呢 对的事就应该要做了 所以在这个case study里面 我提升我自己教务的功课 是我提升我自己教务的功课 但同时间也都是给每一位信徒一个idea 假设日教会有政策 有一些的事工推出 我希望你晓得 怎样的去用一个discriminate来 去决定支持还是不支持 不要给了自己个人的喜好 不要给自己心里面的偶像 令到你做了一些 其实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 因为你这样做 分分钟是会影响 在教会里面 你家庭里面的next generation 你的下一代 就例如如果我是一个 为了要人喜欢 我为了popular 那么我将popularity 我将人家对我的喜悦 成为我生命里面的偶像的时候 你想想信徒见到 你猜他不知道吗 他有样学样 他又会将popularity 将人家喜欢我 摆得比维持真理 更加高的位置的时候 我pretty much sure 以后在教会里面 若然有人讲错话 有人做错事情 教目和领袖 是不会敢出声 去指出他们的错误 信徒也都不会敢 告诉自己身边的弟兄姐妹 为你做错 大家只会围围落落 开心心 那就以为我们是一间 很和谐的美好教会 但是这样的一间教会 你想想 有几大的成数 是会愿意成为一间 为真理暂立得稳的教会呢? 你再想想 你猜一下 那些支持堕胎 甚至乎 按立同性恋人做牧师的教会 会是怎样来的呢? 你再想想 为什么有一些教会 明明是里面的牧者 go through 整个 整个denomination的 培训 按立 为什么 是因为塞基因无神 他们突然间又会为了某一些的利益 某一些的决定 决定要离开自己的denomination呢? 如果那个denomination 违背了神的心意 而他们选择脱离呢? 那我明白 但如果只不过是有一些的教目 为了自己的利益 或者自己的preference 塞基因无神离开了自己本身 被按立在当中受训的denomination的时候 是不是生命里面缺乏了 有一些对真理的坚持 他生命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东西 成为他生命的偶像 以至他一旦 abide to的东西 他都可以放弃呢? 那你想想 一些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会发生? 那你就要清晰地知道 你今天选择是拜偶像吗? 你的后代 你的下一代 跟着去做 教会就像色列国那样 经历二百多年之后才灭亡 我们未必需要二百多年的 但是那个scenario就是一样 因为你以为没事 你继续做 但是后果是由下一代去承担 好像说得很尽量 但是你想清楚 刚才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和在现实生活上会不会发生? 所以就算教会事工里面 尤其是当你有机会去选择教会领袖 又或者去支持教会的事工的时候 希望你都能够用discernment 想清楚 审时度势 来到 不要选择一个 其实是拜金偶像的领袖 你又不要猪头饼 选择了他做领袖的时候 他说什么 你都觉得他对 就算是我说的 你都要想清楚 是不是合乎圣经的道理 你才会跟 因为你跟了个拜偶像的牧师 你去到神面前 你都走不掉的 神都是跟你计数的 OK? 所以就不要说 赖个领袖就算数了 自己都要活出圣经要求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联皇记下 十七章 其实那个中心思想就是说 跟随神的心意而活 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从而国家可能被神祝福而兴皇 若果你和我 维会了神的心意去拜偶像的时候 国家可能会受到惩罚 会导致亡国 而这个跨时间的真理 不是只是应用在国家大事 在教会里面 在你个人生活里面 都可以应用到 还有一个短短的recap 如果你有留意的话 其实在过去三篇讲道 都是讲大家信徒 不要拜偶像 在这个不要拜偶像的系列里面 第一堂讲道叫追星追过界 当中提醒了大家 怎样做才不要个人化地去拜偶像 包括了不要将你的子女 不要将你的才华 不要将你的恩赐 成为你生命偶像 第二篇讲道叫做 以爱神的名义 兜口兜面在神面前拜偶像 就是提醒大家 不要在教会里面 用一些表面很敬虔的东西 其实是在复达你个人的偶像 你的ego 千万不要这么做 今天这篇讲道 由《列王记下》十七章 《列王记下》十七章 五至到第二十三节的记载里面 我们清楚看到 你想国家兴旺 麻烦你自己本身 就不要去拜偶像 跟随神的心意而活 也希望你不要去选择 一些拜偶像的领袖 那你记住 今天两个的应用行动了 第一个 还有四个月才大选 鼓励你真的 你不要投票前一天 打开投票那一本 就随便剔就算了 有四个月时间 但用心认识一下我们的候选人 选择一个不拜偶像的领袖 如果你真是惨惨的 衰到无比 挺压运的 惨惨的衰到无比 你觉得没得选择的 你都选择一个 Less of the two evils 选择一个 比较合乎神 心意的领袖 看到有什么 Policy 你想清楚 那个Policy 究竟 是不是拜后像的行径 如果是因为 属世价值观 overpower了 圣经原则的那些政策 就麻烦你不要去选择了 这是第一个行动 第二个行动是怎样呢 就是将来在教会里面 有机会拣选教会令 或者支持教会事工的时候 火眼金睛 神思明辨 想清楚 那个Policy 应不应该值得支持 但是值不值得支持 根基 不是你个人喜好 不是你心目中的偶像 是究竟合不合神心意 那件事 是不是合乎圣经心意 而你make这个Decision的时候 always是将神的Priority 摆到最高 你对得住神 鼓励弟兄姊妹 记住 今天的讲道里面 是个系列的第三篇 应用在国家层面 但也应用在教会领袖层面 鼓励弟兄姊妹 记住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时刻 专主为大 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 不要去拜偶像 让我们一起得罪祈祷 七天父求父神 你帮助我们 因为其实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 可能生命里面 仍然有不同的偶像 充斥着我们的心 可能是被世界的世界观 所影响了而不自知 可能是我们自己的 个人喜好 情欲 令到我们摆 生命里面一些事情 其实是高过神的 我们又不知道 甚至乎我们够胆死 在教会里面用一些敬虔的行动 其实来尽量我们自己 personal的ego personal的design 兜口兜面 在神面前 我们都不知道 但父神里的话语 清晰地向我们启示 就是说 若然我们希望得到神的祝福 活出神的道 如果我们选择违背神的道 去拜偶像 神的懲罚临到的时候 一切就会太迟 帮助我们 不要我们 眼前见不到 那个终极刑罚的彰显 我们就 觉得OK 继续做下去 我们晓得 神是一个公义的神 当真正审判临到的时候 可能就是以我们 令到我们的下一代 去受亏损 求父神 帮助我们晓得 想远一点 晓得想到将来的perspective 晓得想到我们 不去拜偶像 而在地上 愿于忠心服侍神的时候 将来在天国 我们能够得到 你赏赐 被你称呼为忠心仆人 那一份的美丽 那一份的开心 从神的赞赏当中 得到的荣誉 以至我们今时今日 晓得在地上 能够活出 合神心意 不去拜偶像 但愿意活出真度的 门徒人生 以上简单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明治祈祷 阿姆